大家好,我是孩子他爸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日服三国寺幻想大陆的一些情报 如果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孩子他爸的会员频道 每个月赞助我一杯咖啡的钱 让我回回血 觉得加入会员太麻烦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抖内给我呦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是因为 我好像很久没有拍日服相关的一些资讯 所以刚好今天有在上日服来瞧一瞧 发觉有一些东西跟我们台服不一样 就把这些资讯跟大家一同来做分享 首先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 他日服这一次有关这个异世界的召唤 就是真田幸春 跟之前还有一只这一只叫谁啊 我突然忘记了 伊达正宗这两只哦 他又复刻了耶 那么按照我的一个推断的话 他也才刚出没多久 然后他现在就复刻了 会不会到最后我们不是接下来出火凤疗园吗 会不会未来也有复刻的可能性 这个我不知道 不过呢 他居然把这两只复刻了 所以而且还是同一个词哦 所以这个讯息呢 可以供大家来参考分享 就不晓得台服会不会把日服的这个 战国的武将也拿过来 我是还蛮期待的啦 希望是有啦 不过有时候因为可能版权的关系 也不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是 他这一只啊 华佗居然他的活动又出来了 秋天的活动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也有出过这个华佗 这几只猴子 然后很多人都有拿 没想到这次的秋天 他再度出来了 那玩法呢 感觉就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依然是解这个任务 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蘑菇 蘑菇到最后呢 松龙吧 他是蘑菇 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替换 不过 因为一年 经过了一年了 所以你看他这次的东西 他变得有SP的 英雄碎片 还有异世界的召唤碎片 就是召唤我们刚刚那个增田池 然后呢 你看他又有这个诶 无双助力的这个 我觉得他的奖品很好诶 奖品真的很好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很好 我觉得真的不错 那豪华一点的呢 7777 他可以 好我们换一下 他有机会 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买一个 他就把他打开 你看他的几率 你花777 可是呢你可以 你可以 一般可以获得到 1000块 1000个幻星 反正就不会亏 最多可以到 5777的幻星 哦 我觉得是还不错 还不错啦 他这个等于说 活动升级了 他的奖品也升级了 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让我 比较吃惊的是 诶 待会再讲 接下来是他这个 真田姓春 他们的一个衣服 那这个东西的话 以前我们 也有类似的活动 我记得 呃 好像是抽 我们这次复刻的这个 这个 不是英姬 张春华 那个肉大腿 长 好像旗袍的那一件 所以 这个是日服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 因为这次台服 不是小桥百宝路出来吗 然后他每隔两天 两天 他会做不一样 然后我发觉啊 我们这一次 第三次 居然是那个 占领时 哇 还要拿我1500块幻星 我有点想哭 从上一 上一 第二次更换的 我就没有换了 我就觉得东西 什么月送月亮 除了第一次 是那个 合四币之外 接下来都挺烂的 真的都挺烂的 我就觉得 不太想换 那我们看一下 日服这边 他是怎么样 给大家先看一下 他首先呢 他花钱买的部分 你看他花钱买 其实并不贵 1200日元 最多就是到1500日元 这边还有3200 3900 可是我们先不要看这些 你看一下他这个 你看一下 他这一个 600幻星 还有 降魂任选 还有大远真的碎片 接下来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的 五张SP招募券 SP英雄武将的一个自由任选 而自由任选 你看他已经可以换到 单灵孙上香了 那这个是突破10 这个是幻武断照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不错 我们现在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比较烂一点点 2400的这个我们就 大约点给大家看 大约点给大家看 我这边就不多讲 我觉得他这个便宜的 这一个啊 还有这一个SP招募券 我觉得超级香 英雄突破10 这个也可以 接下来给大家看啊 幻星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 1500可以换一个突破石 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 没有贵也没有特别的一个便宜 接下来是装备 锻造石 接下来是 通常招募券10张 这个我觉得还好呢 这个现在应该不会有人想要换 那这个呢 石头是多多少少还可以啊 好 所以呢我觉得 我们台服好像就只有四个 然后呢他们有六个 所以大家选择东西还是会日服的比较多 可是呢我觉得也没特别好 感觉也是烂烂像这种东西 装备锻造石 这种感觉也是挺不靠谱的哦 接下来呢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棒的 就是张春华又有新的衣服 大家知不知道 我刚刚有看到 看一下我看一下是在哪里 好百花齐放这个张春华时装 啊很漂亮有没有 新的张春华时装 什么荊棘轮舞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我觉得这套也很香 而且他的武器啊 非常的漂亮 可是我就在怀疑啦 要么你给张春华 再改一下他的换舞好不好 让他可以真的出来 不然你换这么漂亮的衣服 到最后角色都没办法上 也不晓得你给他换这么漂亮的衣服干什么 而且做这么好看的动画 你总要用给人家看嘛 而且张春华这一套是不错哦 真的很香 很香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其他的呢我们塔衣服都有了 所以我就不怎么介绍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日服的商店哦 其他的有这个 这个禁忌吧 我们之前马良出来之后 也有人在问我说 下一个会是什么 按照日服来讲的话 就是官平 官平 所以呢大家 让大家知道一下 其他的我就觉得还好呢 就跟台服的东西是差不多 英杰商店的话 那几乎也是一模一样 嗯跟台服一样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 好 那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呢我放一下我这个 我们这次不是台服满周年吗 那周年之后都可以进来做一个小活动 就可以把你这一整年的一个数据 呃的一个数据 显现出啦 还有游戏公司给你一个评价的称号 那我们来看看你是跟孩子他爸一样哦 好去年的10月5号来到了清和郡 总共玩了353天 这些日子呢总共吃了39万0490个包子 还有17,180个精力盒子哦 哇这个包子不说不知道哦 说喝的吓的跳 吃了这么多包子我自己都没有感觉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 总共进行了310次龙舟 87次的工程 120次的乱世名将 跟115次的世界魔将哦 那么我总共邂逅了80位武将 然后带他们参加了18,984次的PK 然后赢了1万多次 五成的胜率 然后呢 你看英雄们共进行了1393次的友好互动 最后呢 呃 这边可以分享 分享之后有五张的远真招募券 最后呢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啦 好我的周年称号呢是大卫王时刻 周年标志是龙舟赛常客 还有阵容搭配奇材 还有阵容应该是深度专家吧 还是学者 反正就类似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在三幻里 牢记 什么 这样有包子我就能 不断的接受挑战 呵呵 哦 阵容搭配哦 是啦我还是蛮用心的在这个部分啦 这边这样子给我一个评价还算可以 好 那么今天影片呢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